新冠疫情越演越烈 但国内的疫苗却是供不应求 不少地方政府也展开行动表态 有意自行采购 而花莲县府在2号晚间也宣布 已经和桃园敏胜医疗集团 盛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合作备忘录 委托代购65万剂经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新冠疫苗 希望能够提供花莲县民免费施打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疫苗短缺人心惶惶 卫福部也开放民间申请采购疫苗 不少企业团体及地方政府纷纷表态 有意采购疫苗 花莲县政府2号晚间也发布了 与桃园敏顺医疗集团 盛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备忘录 希望能够委托购买65万剂的新冠疫苗 我相信在这次签的MOU之后 我们将这个八项的资料请 我们委托给敏盛集团来处理 那希望进行的非常的非常的顺利 那有关于我们刚才大家有问到了 有关于预算以及这个部分 我相信人命关天 生命成可贵 尤其是现在时间非常非常的紧迫 迫在眉睫 我相信花莲县政府的财政有限 生命可贵 即便是举债 我们也好 也会 我相信即便是举债 来购买 我相信也会得到民众乡亲的支持 也会得到民意机关的支持 现场曲正会强调 疫苗才是解决疫情的最佳方法 因此在这次签订的内容当中 特别表明限定交生、莫德纳、AZ、还有辉瑞等四个品牌 无论最后能够买到哪一家疫苗 华联县政府都会让全县的民众免费施打 据徐丽琴华联市报道